就是這個樣子 沒有水就是這個樣子 打開水龍頭完全沒有水 面店老闆娘拉下鐵門 被迫休息 連生意都做不了 你沒有水塘 就說大家打開水龍頭也要怎麼 是不是你的管路有問題才會產生 不然這時候壓力都是一樣的 為什麼我們區域有問題 對不對 同樣一個管路 我們大家都同時受這些水的 為什麼同一個管路 他們都水樣不夠 另外住在一樓高齡95歲的阿伯 住了50多年 第一次遇到長期沒水可用 每天只能裝礦泉水回家使用 相當無奈 就讓我提水 你年紀這麼大還要提水 沒有水 怎麼 本身自己每天都洗澡的人 他說我今天沒洗澡我就很難過 已經快7天沒水了 那他就提水 提的又不方便 提的怕他跌倒 萬一跌倒了又怎麼辦 這裡是國家新城社區 從10月10號連假開始 就停水三天 接著向水公司反映 有正常供水 沒想到才幾天 又接著停水五天 協調會上 居民怒氣難消 藥水公司給答案 而且一般來講我們上面有水塔 水塔用到住戶沒水至少兩三天跑不掉 對不對 所以代表他停水已經停兩三天了 只是因為我們水塔有水我們不知道而已 那一直停到我們覺得沒水了 然後去反映 反映之後 後來他水就來 那我的問題就是 按照你自愛水公司的說法 如果你的壓力是夠的 那為什麼我們反映之後才會有水 水公司實際到場測量壓力 壓力有到達1.5公斤 水壓正常 但偏偏同一社區 唯獨就這兩排住戶 卻常常停水 水公司說 會全力調節高地蓄水池的水位 查明原因 我們後續 還會再把配水池的那個水位 做一個檢討 那個檢討 把水位盡量保持一個高水位 這是一個部分 那第二部分我們會 那個 在社區這個管線 我們會再減漏一次看看 有沒有漏水的現象 這是水公司我們回去要檢討的地方 那我們也建議 因為我們壓力都在有1.5公斤 剛好因為他直接要進到屋頂水塔 之後才能放到一樓 所以因為造成他用水的困擾 那我們也建議 那個 用戶端這邊 做一個那個 無負壓的那個抽水機 可以直接抽到那個 屋頂的水塔 這樣子的話可以立即改善 那第一個就是 看看水塔的以後長久的話 需要的容量 看可不可以加大 第二個就是讓這些的居民 因為是尾端嘛 能夠自己裝個加壓馬達 讓日常生活 馬上能夠立即的解決 第三個就是說 這個管線 他們也順便來幫我們檢查 10月10號連假三天 連續三天沒有水 所以希望水公司能夠技術解決 今天的問題是說水壓不足 導致我們水一直進不到住戶端這邊 所以希望說我們水公司 蓄水塔的部分 3000噸的蓄水塔 能夠一直保持著高水位的狀況 讓它水流下來的時候 一直能夠持續不斷的能夠流到我們的住戶端 水公司強調停水大樓是管線末端 供水水壓已經調節最大 若再加壓 前端的部分管線會受不了破管 會再找出整整原因改善 但也不是這兩天內就能夠解決 記者黃少民 基隆報導